诶 刚才讲过 刚才讲他是过热 然后水然后休息盘 然后慢慢的他就 就是遇冷然后 然后就很缩 然后锁起来然后碰到 然后以后又过热然后弹起来 然后碰到弹起来 很好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感应器啊 感应器 什么感应器 感应根 测渊的那个 对不对 好 里面有一个 副棒的装置啊 我说你找看看你们找到副棒的装置 他爸爸是做水电的 所以他对这个很小 这是一件好事 我说你找看看你说的那颗灯泡能在哪里 你要怎么证实 红色的那个吗 你把它拔掉试试看 你把它拔掉 慢慢抠掉把它拔掉 好 慢慢抠掉把它拔掉 那应该要 你有发现每一个都有一个红色的 好 你现在把 你把红色的拔掉 拔了下来吗 不好拔 用抠的 对 拔掉了 好拔掉了 好拔掉D D是不是全部都不亮的 好 博士你现在做一件事情 你现在再把C 其中一颗白色的灯泡插到D上面 懂我的意思吗 好 我懂 好 我们现在把它换成 没有 现在D那个区块书全部都没有红色的了 这样它会不会因为固热 这样它会不会因为固热 然后少点 你 有插好吗 有吗 没有插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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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不会亮 又散了 没有 等一下 你把它拔出来重插 或者是左右交换试试看 因为有些时候 它会接触比较不好 好 太好了 它不会亮 它不会打 它只会直接亮 好 我们现在看看D 有什么不一样 C应该拔掉一颗了 所以它完全不亮 这是正常的 好 那D呢 你看到D发生什么事情了 它就不会闪 因为它不会有那种红色的 它会有 它没有那个 好 所以你找到关键的灯泡在哪边了吗 红色 那一个红色的 那为什么 是什么C 不是 你仔细看一下 白色的灯泡跟红色的灯泡有什么不一样 上面有些的一个那个 你仔细看里面灯泡的构造 你看得出来吗 有一条那种 它多了一条那种 好 你把它画出来 你把那一颗红色的灯泡的构造 画在旁边 你这样画吗 你把它画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 你还把那颗红色 你还把那颗红色 不是你用的吗 哎呦 哎呦 不错 这一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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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灯丝又把它画出来 你这样没有 有没有画 有没有看到灯丝 用别的一只画 好 这样子 你选 好 好 他就这样 他愈乐 然后就会 他愈乐就会上台 然后冷 他就会碰到 碰到 他就 因为又有愈乐 然后他就把它 他就不会亮 那为什么 老师那为什么 就是那这样子 他跳的那个频率应该一样 对 那为什么跳的频率不会一样 因为他 哦 我知道因为那个 空气不一样 前面那个收热整理不一样 蛤 什么什么什么 你再说一次 可是那个现在不会多那 那是热上人说的时间 不会 然后不要那个 不会 不会 不会的查处 所以我让他出来的时间也不一样 很好 这个是喜家伟的说法 有没有人认同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因为每一个 嗯 那个东西叫腹棒 不是你把腹棒 你觉得腹棒是哪一只 你把他用黄色的把它画出来 你觉得那一根是腹棒 啊 因为那个是你画的嘛 你仔细看一下 你觉得哪一根 是你说的那一根腹棒 才会造成你说的那个 他会在那边开关开关开关 你觉得是那一根 所以他没有接到线 他没有接到线 好 你可以看看 你觉得是哪一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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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里面有一根腹棒在控制嘛 热的时候它就 通路还断路 它会断路 它会断路 断路 热的时候它会断路 为什么你觉得热的时候会断路 我不知道 因为它有一种像保鲜石那样 怎么会变形 没有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不是热的时候 通路冷的时候断路 因为你太不安全吗 不知道 没有 这个就回到刚开始我跟你们说的 上掉 你看它一刚开始是怎么亮的 一起全亮 一起全亮 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冷还是热 冷 所以冷的时候是通还断 对 所以热的时候才是断路嘛 所以回到一刚开始我们说的 我如果把它拔掉之后 我如果把它拔掉之后 马上插回去 它说还是热的 所以它会不会有全亮的时候 不会 不会嘛 对不对 不会嘛 好 那如果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就会有全亮的时候了嘛 对 它就会有全亮的时候了 所以 你